好来看到新北菩提金刚慈善基金会结合瑞穗乡公所 共同来关怀社会弱势 不仅赠送了日常生活用品等大批爱心物资 给瑞穗乡内低收入户 也针对8户因为意外家庭生活经济陷入困境 进行极难救助 慈善基金会的善心一举相长吴万德 再颁赠感谢壮实也万分感佩 新北市菩提金刚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杨家珍 率领20位志工一行人远道而来 要将社会关爱请则送到每位弱势户手中 包括日用品、食品罐头等装满一箱又一箱的爱心物资 逐一发送给瑞穗乡低收入户 民间资源与工部门紧密结合 共同关怀社会弱势 受住的家庭是贫贫之谢 乡长吴万德代表日子乡 自证感谢壮表彰 感佩菩提慈善基金会的爱心 亚长吴万德代表日子乡 感谢我们亚长吴万德代表日子乡 来这里给我们管理事 在这里 所有来边亚长吴万德代表日子乡 贵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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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来救助这个有需要的 我们这个慈善会在新北市那边 有将近差不多20几年 成立几个十几年 我们一起跟创会的同事过来 我第一次到瑞穗香来 很感谢瑞穗香给我们这个机会 这一次社会公益关怀活动 不仅发送给瑞穗香内117户 低收入户家庭爱心物资 另外慈善基金会也针对了八户 因遭逢意外事故 经济生活顿时陷入困境的家庭 进行极难救助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让地方乡亲感受到心灵的温暖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